上午震不停 主震发生在早上9点05分 规模达到了6点0 震央在花莲县光复乡 当地店家的货品震落一地 还有幼儿园的外墙倒塌 一直到中午为止 又陆续发生了九起余震 地震测报中心表示 地震原因是否与断层有关 还要进一步研究 不过这次地震深度只有6.8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几乎全台湾都有改 而这也是今年第六次 规模超过6的地震 比长期平均值还要多 未来两天之内 也不排除有规模超过5的余震 一阵天药地动 镜头被晃到上下甩 花莲鲤鱼潭这只监视器 记录下地扭翻身瞬间 震动很大 那船都会叮叮叮叮的 大人都吓歪 但这两个小朋友的反应 却让网友超佩服 突如其来剧烈摇晃 猫咪也被吓到四处乱窜 沙发上的小姐弟 却只是抬头看了看 不慌不忙继续摊在沙发上 反倒是在厕所 帮老妖洗澡的爸爸 赶紧冲出来 这户人家就住在镇央 位置花莲光复乡 附近还有其他幼儿园 连坚固围墙都倒塌了 花莲20号一早连震 最大的一起发生在9点05分 镇央在花莲光复乡 规模6点0 也是今年第六期 规模超过6的地震 比长期平均值 一年两到三次还要多 这次地震深度 仅6点8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花莲县最大震度 达到五弱标准 台东县南头县四级 其他八县市也达三级 紧接着又发生多起余震 比较大的一起发生 在9点39分 在花莲凤林乡规模5点0 也让台铁光复站 后车市天花板钢架 出现挤压变形 花莲接连地震 是否跟断层带有关 它是浅层的地震 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确定 说它是不是跟 光复断层有关 专家跟市井未来要担心的是 海沟型地震一旦发生 恐怕引起严重灾害 那么这个板块呢 平常就是有 北边的影墨带的 那个界面断层 还有侧天的这个中午断层 两个一起撑着嘛 如果有一边放手了 另外一边要承受 比较大的力量 对海沟型地震的发生 是不利 8或8.1的规模 晚转10年内 就有很大的机率会发生 不过也有其他专家认为 海沟型地震周期 目前还没有办法推测 现阶段应该多留意余震 地震中心也不排除 未来两天内 可能还有规模超过5的余震发生 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 绝对报道